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有的派遣公裡面 竟然还是有六名派遣公 没有办法那边转正 那我们的公式的资方 提出了非常多荒谬的理由 包含在那边转正的过程里面 出现了公式史上 从来都没有的考评制度 然后甚至对无法那边的六名派遣公 有的说不适任 有的说没有通过面试 我们觉得这非常的离谱 对不对 公共电视你长期以来 就是假派遣征雇用 到最后还把我们非法解雇 你公共电视根本就是在强奸 你自己派遣公 假派遣公的劳动尊严 跟劳动条件 那在去年的时候 董事会新上任 他们知道说 自己在派遣公的使用上 是知法玩法 所以他们自己知道理亏 于是就提出了说 要全数那边 但是这个全数那边的承诺 到了今年初的时候 竟然变成了择有那边 董事会授权给部门的主管 说他们可以提出 所谓的派遣不适任的名单 那到了最后 今年5月20号 俗称520我爱你的这一天 我跟另外5位派遣公 总共6位 就在5月20号 收到了公共电视 给我们的人事通知书 叫我们说 要做到5月31号离职 那通知书上面 竟然很荒谬的写说 我们是富士领选未通过 请问我们至少都有两年至六年 甚至七年的工作资历 什么叫做富士领选未通过 什么叫做派遣不适任的名单 假设说我们真的不适任 我们真的叫什么富士领选未通过 我们拿什么专业 在你公共电视工作这么多年 而且退一步来说 如果我们真的不适任 放任这些不适任的人 在公共电视领这么多年的薪水 请问我们的直属长官 你真的就没有责任 你真的就这么干净了吗 上个礼拜呢 劳动部非常大张旗鼓的 说他要保护派遣劳工的权益 他开了一个所谓 全国社会对话的会议 但是非常可笑的是 里面竟然完全没有任何一个派遣工 这个叫什么样的会议 而且呢 这陈雄文部长呢 更加码提出了两个方案 一个方案呢 就是只要正职的工会同意 就可以开放派遣比率的上限 那另外一个方案呢 则是买一送二 你那边1%就可以送你2%的派遣工比率 我们想告诉陈雄文部长 我们派遣工不是你们桌上的筹码 我们是人 请正视我们的存在 公共电视 公共电视 知法还法 公共电视 公共电视 还我工作权 所以我们在这边 我们要非常郑重的呼吁劳动部 如果今天你公共电视的这个派遣工案子 没有办法好好处理 那你要推行你的派遣劳工保护法 或者是说你要保障派遣劳工的决心 没有人会看得到 也没有人会相信 所以如果 劳动部没有好好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就会不断的再来 在台湾我们看到 不只是派遣 各式各样的非典型雇佣 把我们劳工的薪资压得越来越低 他们透过所谓的兼职 透过所谓的外包 透过所谓的试用 透过所谓的派遣 来让我们的青年 拿到的薪资越来越低 让我们在大学里面的受固者 不论是老师 职员 助理的薪资 也是越来越低的状况 所以今天 我们感到 非常的遗憾 也非常感动 那么多的朋友站出来 为我们公式的派遣劳工 誓言要抗争到底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 不只是他们的问题 而且是整个台湾 劳动体制 究竟是要走向更加劳动保障 还是走向劳工 建价竞争 的一个关键的问题 今年六月的时候呢 才正式呢 跟这个 成为那边 成为公式的一份子 可是呢 非常可笑的是 我们现在呢 一百多名派遣工 还是处在一个 同工不同酬的困境 怎么说 因为呢 我们是采原心那边 也就是你派遣的时候 是两万八 你那边之后还是两万八 那我想问哦 那 可是问题是 我们这里面 有一些派遣工呢 他其实年资已经长达了 三年五年 甚至七年哦 长期以来 没有办法跟正职员工一样哦 得到同样的 调薪的机制 这 这也凸显的就是说 即使派遣有机会那边 但是同工不同酬的问题 还是存在 难道追根究底 犯错的是长期 长年难用派遣的资方 为什么到后来 承受这个苦果的 是我们这些派遣工呢 因此哦 我们呼吁 劳动部正式 请正式派遣工的处境 这是我们今天 送给台湾所有派遣工 也是送给劳动部的一个礼物 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礼物 现在劳动部正在订定所谓的派遣劳工保护法 这个保护法他讲说他有多好又有多好 那这个派遣工像现在公事派遣工遇到了这样子的问题 到底派遣劳工保护法能不能保护他呢 派遣工不要怕不要怕 派遣劳工保护法要来保护你了 但是 为什么是一个破审呢 这个劳工派遣劳工保护法 为什么是一把破审 他到底真的能够保护我们派遣劳工吗 劳动部说派遣可以转正 但是公事的例子正好是转正的过程里面 被非法解雇了 而且这个非法解雇完全可以违反劳动基准法的规定 他完全是一个劳动基准法的空差假期 派遣工那边转正是一个劳机法的空差假期 而我们劳动部到目前为止 对于公事的执法文法毫无办法 好 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劳动部有关派遣劳工保护法 对于派遣工的权益 事实上是正如这把破伞 没有办法保护 解决贡献 面对派遣工 这是我们今天的澄清书 然后这把伞我们要递交给你 希望你们把这个破伞可以补好 我们是要禁止派遣工 禁用派遣工 我们不是要派遣工保护 好 面对公事案 解决派遣工问题 公事执法违法 劳动部毫无办法 公事执法违法 劳动部毫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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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部毫无为了 劳动部毫无幺滅